建筑外墙早被炸成碎片 废墟中吊挂起压扁的汽车 乌克兰东部利西昌斯克 俄罗斯占领地又遭遇轰炸 据传被攻击的是知名面包店 乌克兰前一天指控俄罗斯出动 14架无人机攻击能源设施 多数遭击落 仍造成上万人断电 俄乌间的战火本月将进入第三年 不止乌克兰领土饱受摧残 不少俄罗斯人反战周末响应示威 征召士兵妻子在莫斯科持花抗议 不过当局近期打压异议人士 传出20名记者遭警方拘留 另外也有帮助乌克兰难民的摩特儿 惨遭俄罗斯法院下令逮捕